BTS救国和Jimmy近日正在美国进行活动 而两人一起搭乘游艇 却被船长拍摄影片上传到个人IG 即便游艇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把手机收起来 他们还是私自拍摄了一人的影片 阿米呢表示原始影片中 拍摄者用极其轻蔑的语气在讨论BTS 那他们开玩笑让阿米十分愤怒 认为救国和Jimmy的隐私被侵犯 立刻联系了Big Kid Music 而游艇公司也马上关闭了存储的私人账号 而后证明偷拍救国和Jimmy的工作人员似乎也遭到解雇 这次的事件也让网友粉丝们再次感受到BTS开过受到关注 而不断被侵犯隐私的情况 粉丝们表示希望公司能够在海外形成更严格的控管工作人员的素质 向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